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高雄聖人 然後是以我家為各位觀眾朋友們講解一個非常厲害的法王 一個超級厲害的真理 那是以我家來跟大家講解 我這個舉例來講 你看什麼 就在說我來這一集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在說你們要怎麼樣才能夠馬上進入到這個禪修禪定 然後這個修行時間的一個狀態 那大家一定要這個聽好 沒有那麼的玄牢 這個非常理性這樣子 那我覺得大家絕對聽得懂 只要這個看完就好 那我這個舉例來講 就在說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們就是什麼 這方式人啊 我們也沒有要持戒啊 我們就說可能這個慈戒什麼慾望 然後又再四個升起來這樣子 那你叫我們這個修持這個手持武器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這個很困難這樣子啊 尤其是這個生理行為啊 這個實在是這個沒有辦法這樣子 或者有人說什麼 通通通人啊 你叫我們晚上不要睡覺 這太困難啊 這晚上還是會有這個睡意啊 會想睡覺 不睡覺的話就感覺 感覺到這個頭腦已經壞掉 很昏沉啊 很笨啊 已經那個沒啊 這個思考這樣子 那我覺得好到沒有問題 那我就來為各位觀眾朋友們的這個講解 還在說 就是這個釋迦牟尼佛 有跟大家講解說 就是當一個人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對這個修行精進實踐 就這樣對於這樣的一個事情 很有興趣 很有熱 很有這個熱情這樣子 那因為我說很多人都是缺乏這個熱情 我說你按照就說 你們會犯戒 你們會犯戒 你們會不想去這個精進修行 你們會做不到 你們之所以會做不到 你們之所以會無法去這個精進修行實踐 就在說 你們對於這樣的一個殘修是沒有熱情的 所以說 要怎麼樣才能夠有所熱情的才是最重要 那我其實就說 你們要去修一個地方 你們要修的這個修修的這個夜處 就在說 就在說 這個你們要修的這個儲 一個方法這樣子的一個方針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在說這個死隨念 所以說 你們要去修這個死隨念 怎麼樣去這個修行 就在說 你不用一口氣做到 你可以慢慢來 每天慢慢修 那包含要這個慈戒 就一邊慈戒一邊想說 如果說我死了會怎麼樣 我就說我可能今天就要死掉 我今天就要死掉 那你先不要相信 就是不斷的默念 不斷的默念 一直想一直想 你這樣就等於是在修了 你這樣就等於在修行 那等到你這個想久 想久之後 那麼你慢慢就會對這個修行實踐 就有所這個熱情 舉例來講有的人就是一直沉迷在世俗欲 為什麼說人們會之所以會沉迷在世俗欲 就是因為說 很多人都想說什麼 我未來有什麼計畫 我未來有什麼計畫 當你認清楚說 你明天就會死掉 你很確定你明天就會死掉 我說當然是你要不斷想這個死隨念 如果說我明天就要死 那我那些計畫不就不見了嗎 因為那個計畫有什麼用 這個虛無飄渺 那麼肯定很多觀眾朋友就是什麼 東方世人啊 你這樣子叫我們這個自己催眠自己很難 我覺得沒有錯 我真的我說這個催眠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這個記憶嘛 你就會你被這個九九成法表 你就是一直默念 一直默念默念默念 就這個自然記起來 就自動變成這個 這個那個潛意識這樣子 然後通常的就是說 那我們這個持戒 到我們這個修行的時候也是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一開始的時候 這不再想什麼 我快死我快死 即使說你一開始不相信 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一個起頭嗎 你要你從有要先有一個起頭 就是說你要先有一個種子 你最後才這個發芽才這個成功 我就是這個 再來這個第二個篇章 我來繼續為各位觀眾朋友們這個講解 一下就在說 你要這個舉例來講 像我們班上同學嗎 那我班上有些同學 那這輩子從來就說 雖然說他們才十幾歲 那他們從出生到現在 沒有去接觸我所講的法 或者說沒有去看那些佛陀 正統佛教一些經典 那我是怪這些人 就是沒有慧根 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慧根需要這個培養 就有的人 一聽到這個佛法 他馬上就 馬上就這個加入進來 加入養名氣這樣子 那我說有些人 像我班上有些同學 就是在說 他們沒有慧根 那沒有慧根該怎麼辦 我說還是可以修行 就在說 你要你要從頭開始 你要重新開始去修你的慧根 提升你這個智慧 所以說首先第一步就是 你們要聽我講法 所以我才會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說 為什麼說你們一定要趕快聽我講法 因為當你們聽我講法 有所對這個東西 有所知識的時候 你們有所這樣的一個正知識 善知識的時候 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進一步去修行禪定 你才能夠去修禪 禪才能夠進入到定裡面 我這個舉例來講 是什麼意思 就像說 你要講到當一個人 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是路上 或者說很多人都沉迷在這個私所慾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說自己不會死 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會死 但是要很久以後這樣子 所以每個人都會忘記自己有一個死亡 不是說不會死亡 而是忘記自己有一個死亡 所以說你們聽聞我講法 你們都能夠知道說 你們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姿勢說 喔對阿 每個人都會死了 所以說要趕緊修行實踐 那當你有這樣的一個姿勢 才能夠更加去配合 就是去加持 讓你更好去修行實踐 所以說總有一個目標 當然一個人連這個目標都沒有的時候 他想要去修行也很難會成功 那麼到這個影片最後 我要來跟大家講 我們要這個修行實踐 要怎麼樣去修 就是去修我這個界定會 那界定會的話 不管怎麼樣就是要趕快修 然後修到這個觀禪 就說你們現在修到能夠這個觀禪 觀制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就能夠在這個死掉上 能夠轉世上這個天道 或者是這種 就算了這個趕緊把握時間 然後去這個修行實踐 這個正道這個聖道聖果這樣子 那當然當你這樣說 這個所有的時間 自然就能夠這個精進 就不會再沉迷在這個世主欲裡面 因為根本就沒有時間嘛 這個同樣的就是說 想要這個加入養明器的這個門檻 也是一樣 就是說有的人想要這個 加入養明器的聖道聖團 那我就其實說 你們要先聽我講解影片嘛 你們要這個聽文證法 你們有所智慧的話 那我才能夠這個 審核讓你們這個加入進來 不然呢 每次在修行的時候 你們就一直問 為什麼為什麼這樣子 就是等於說 你們有沒有去看這個善之士 這樣子 那自己講到這邊 還請回覆關注你們的 跟你們幫我們這個 訂閱按讚 分享 然後大家拜拜